- 阿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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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阿蘇 阿蘇 - 阿蘇 阿蘇 - 阿蘇 - 現在我到真的很恐怖 - 能不能出門就不能出門 - 要吃東西不然就自己煮 - 要不然就要叫我去送 - 來看看今天有什麼外送的 - 五趴五趴五趴 - 阿蘇 過了 - 阿蘇 - 寶哥你不是說我們要錄影 - 要穿到這樣你叫我是航海王后 - 我跟你說啦 - 最近航運類股啦 - 最好的皮材啦 - 好多少年古神都是現在出來了 - 我想說我是不是賣得 - 今天裡面的雞湯一關 - 而且我... 還五趴 - 哈哈哈哈 - 你說這樣我也是聽不懂啊 - 大家都知道要投資 - 要投資 不是就是要去投資電子科技業 還是要投資房地產 是怎麼你會想要去做航海網投資航運 老婆 拜託 這你就不認識了 我告訴你 我們這個海上經濟外搖的問題你不知道 你看 前一陣子沒有 巴拿馬運河一隻貨輪丟到 全世界都有影響 還有 還有 前一陣子南韓的文在寅總統 也說他要拚海上霸主的地位 所以你看 國家時間誰得海 誰得天象 是喔 尤其在古早古早前 北台灣這邊有他的流團 一種三大金庫的公款 真的假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台灣的錢不只是硬腳也 還可以硬肚子嗎 我肯跟腦腦都要 所以 當你所握的這張入場券的同時 有一項民主文化你覺得非看不可 它的名字就叫做 北台灣三大金庫 就行加起 火邊安 相信在這段期間的新聞 在後讓我們關於生死無的COVID-19 很多人最關心的 就是拚冠軍 提金牌的東京奧運 另外 之前在高市叉叉鬧鬧的航運局 也讓很多人開始看到 海上目的重要 不過 您知道 在百元以前的北台灣 老早就靠水路的木燕 賺到一堂堂塞外 不但是算錢算得六斤不大金 繁華流烈的天堂 更加是台灣籍印度在可比尚上海 阿拜阿拜 我最近發現一件很機械的事情 想跟大家分享 你知道我們在台灣 公廟密度最高的地方 竟然在台北 寶哥 我們寶寶生他做那麼多集 這件事在我以外 觀眾朋友也都知道 台灣的廟宇 密度最高的地方 在台南的富城 怎麼會在台北 這就是你不來的地方 我一開始也是這樣感覺 但是在大台北地區 有一條雞 小小條不大雞 但是在台北地區 那裡三部一小廟 五部一大廟 那裡百年以上的廟宇 差不多五六間 有的又是三級古蹟 甚至是二級古蹟的 想不到 在台北 還有很多二級古蹟的廟宇 怎麼會有可能 真的是讓人太悶高 新增這個大廟宇 竟然有這麼多 百年以上的廟宇 就在這條 地地幾百公囑的驚露民鄉 因為我們都知道 過去 從台北地區移民來台的祖先 都會帶到故鄉的新民 來保備開墾的時候 萬事結成平安順利 所以說 新增會有這麼多 百年以上的廟宇 可憐當初有大量的新民 在這裡定居開墾 而且一定要有很好的收集 畢竟俗意在說 要先過百度 這條新增廟宇 最有名的就是慈喲公 愛人不拜是媽祖 新增是泉州人比較多 應該他們的信仰帶過來 那其實媽祖可以算是 不分族群的一個守護神 因為渡海的時候 媽祖是海神 所以都會帶來媽祖一起過來 因為五十個蓋 就是在慈喲公的中心 這蓋就是鍋子嘛 大概就是五十個鍋子 再過來往左邊這邊走 五十個蓋的 鏡頭的地方就是一個 觀聖地廟 天聖廟 它是湖左右 就是當初開墾新增的時候 它在前往二十五年捐獻出來的 它駕駛的地方 三三多萬元 那這個廟都是 跟他們移民過來的時候 帶著他們原來的守護神 一起過來的 所以就在這個新庄落腳以後 他們就把他們的生命 一起都移住過來 那因為它又是商業 所以一般從事商業的人 喝在土地溝嘛 官聖地君嘛 這都也做生命的人在辦 是 像我們現在站著這一條巷子 就叫米式巷 米式巷 對 就是新庄當時商業很興盛的時候 因為大部分做生意的人 就是從事米的買賣嘛 我們這條巷子裡面 就是都可以說是 新增好養人最多的地方 因為米的生理量都住在這裡 大家一定想不到 北台灣最早開發的地方 不是蒙甲 而是新北式新庄 原因是因為新庄原本是 平埔族五勞灣社所居住的地方 清湯溪年間 漢人移民來到這個地方 看到有廣大的平原 還沒有什麼開發 於是就在這邊建立新的聚落 命名為新庄 這就是新興街庄的意思 那新庄這邊 是大漢西旁的天然兩港 也是淡水河的內港 水運發達 所以不少人潮都搭著船 來到這個地方尋求商機 而來的人越來越多之後 到了乾隆嘉慶年間 甚至出現了千帆過境新庄港 四四季參加燈火的美日 好 我們的日本 讓過去的新庄 對清廟堅強到加慶年間 生為北台灣 最重要的金庫之印 所以祖國 就是這個一富二六三新增的說法 不過這個淡水河 最重要的內港 怎麼在百年以後漸漸消失了 甚至想不到 在關營的過期呢 一富二六三新增 這個口語沒有像一富二六三萬港 這麼流行 這只是說大家不知道說 新庄港的發展其實在蒙甲之前 是因為新庄淤積了 所以發展到蒙甲 清陶政府就把新庄縣城移住 到那個蒙甲縣城去了 那就是代表新庄一個沒落的開始 像是這樣子淤積之後 新庄開始沒落 之後有再怎麼樣繁榮起來嗎 後來就是靠陸運 那個在光緒年間 1886年的時候 那個光緒地不是在台灣 請那個流氓船 建築了一條台北到新竹的鐵路嗎 那雖然說河港的功能沒有了 可是許而代之的 有一個鐵道的功能 我們新庄這裡有一個海山口戰 算是第三大戰 那這個海山口戰也是因為洪水來 就會把那個地方就整個又陷落 所以那個鐵道又亂七八糟 1901年的時候 因為日本人覺得說 維修台北橋那一段 還有海山口這一段 還有桂崙嶺那一段 維修的費用太大了 所以日本人就覺得說 如果經過板橋就沒有這些問題 所以1889年通車以來 11年 鐵路在新庄11年 1901年的8月24 8月24那一天廢掉新庄鐵道 8月25 隔天馬上在板橋就通車了 哦 這樣聽起來那時候的經濟水準還不錯 但是外面的疑民都越來越多 老師啊 這樣沒有唱豬丸的問題 不太怕嗎 沒錯啦 當然啦 當時呢 隨著長山過臺灣的疑民 越來越多 沒有人的疑民 他們為了要承擔水園 還有土地 都有發生對立的事件 每一個疑民的 他們的壁壘分明 連自己的心靈也都有差別 譬如說張舊人就拜開張姓王 啊 全集會的這個安家 他們就拜清水祖書 啊 開門的民眾就拜這個青山王 那隨著這個 續婚之間 會對人的 越來越嚴重 在全台灣地區 都在京發生過 很嚴重的族群械鬥 那其中最嚴重 當然是很嚴重啦 吃雞肉的 怕吃雞肉的 買東西 怕買東西的 結果很嚴重啦 所以呢 因為這樣因素 所以造成很多 登山過臺灣的這個生命 克死他鄉 所以我們台灣生意有這句話 說年輕人 如果沒有一次說 路比哪有猶豫 這就表示說 當年那些 續婚之間的對立 我們家修法非常嚴重 啊 老師 怎麼會覺得聽起來很悲凶呢 因為大家明明都是來賺錢的 不過 演變到沒了 所以變成鬥歐事件 而且說真的啦 其實 由台灣的南部到北部 在那個大時代底下 真的有好多的歷史事件 不管是漢人跟原住民手地板 還是說 民男人打客家人 甚至是 傷選卸鬥啊 都讓我感覺 雖然現在爛啊 都讓疫情白條 不過既舊 我們都衣食無語 都還滿幸福的啦 不過 寶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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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搶怎麼在學生啊 沒有啦 我是看見有機會 來去新增的司法特勤中心 來實習一下 一日遠景這樣啊 新莊舞司法特勤中心 我查一下 沒有啦 找不到任何結果啦 有啦 我就跟你說有 新莊司法特勤中心 你沒怎麼相信 有啦 大寶阿伯 你們兩個不要再責了 我給你們解釋一下 這個新增的帝總安 就拖避一個司法特勤中心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 裡面在那邊的帝總王菩薩以外 我們可以看到文武大將爺 文武大將爺 就等同是法官的角色 那麼我們現在又看到另外這邊 它有當大爺 那麼當大爺 塞鋒就是那個 偵察隊隊長的職務 所以我們看到它在那裡 新房 鋁腳 旁邊 都有很多的刑具 要刑求犯人的刑具 為什麼 新增的帝總安 它會有這種司法層的系統在這裡 我們剛才新增很早就已經開發了 開發的東西會有一些卸鬥 不管是張權卸鬥也好 或者是因為其他利益的關係 的一些卸鬥也好 都會有死傷 那麼死傷之後呢 如果是一些無事的 沒有人坐牌 這些黑文貴就會變成利貴嘛 那所以說有需要 這個大爺 這個司法層來管理 這個新增地區的陰間的秩序 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新增大爺 它才會發展出這個司法層的系統 真的很酷很厲害耶 只是說 這樣他的破案率的績效有好嗎 拜託一下 他的破案率多少錢你知道嗎 好 不然這樣 我來介紹我們學長 這要麻煩老師 我們學長 一定會跟我們分享 他的一些破案的小故事 兩位主持人 大家好 觀眾大家好 我是高仁和 你看我現在背後 我後面就是我們新增大中廟 我們廟來最有名的這個董大爺 其實說 我們很多警察董人 很多警察同仁 包括我們現任的很多警察局長 分局長 刑事隊長等等 其實都來過新莊大宋廟 我們在新增大中廟 其實我們的租姓 雖然是大中廟 我們是怎麼來說這個董大爺呢 這個董大爺 其實很多事大人就跟我們說 你如果問東西打不去 是說過後沒有東西 家的來賓失錢 你就去新增大中廟 去那拜拜 你自然就找到你的資本 因為這個東西在警察裡面 我們是講科學 可是我也不願意 用怪力亂神的角度 來去講任何一件事情 但是我要說一句就說 自己警察也會失竊 我自己也打不去的時候 造型師現在的刑警的車輛 它是一部轎車 旁邊打的刑事局增防車 刑事大隊增防車 但是我那個時期蘇勇的車輛 騎的車輛 就是跟一般的 這讓警察不一樣 我們以前的摩托車 是三陽一二五 但是這種車輛 上面都沒什麼任何台北市政府 警察局 也沒什麼任何單位的車輛 我不管一台 有一天我自己騎著車子 因為那個時候摩托車可以 騎回家上下班 那我騎回到家 講真的 我自己舒服 我們曉得 我們想說 這警察車沒人敢給你頭巾 沒人敢給你騎 進去家裡 一出門 噗 車沒有了 不見了 當下 不知道要怎麼做才好 警察搞丟車輛 警察自己的車子被偷走 還得了 你敢講 講出去是個笑話 你不敢講 你這個車子從哪裡生出來 我那個時候也求助無門了 想說好 以前丹尾的長官也在說 我們來新增大獎廟 大獎廟 我們這裡一個董大爺 我們來給他救 說我們這個 布朵拜 我們這個車廟 去從頭巾去 有沒有機會找回來 不然這個打沒有公物 打沒有這種東西 是不得了的事情 說也奇怪 那個車主動有人 打電腦到警察局 輪輪台車 車廟的毛密所在 所以這個一切都是冥冥之中 有一股力量 我們董大爺就相當於 我們陽間的 偵察隊的大隊長 所以在我們現在 我們的警戒裡面 很多在偵辦行事單位的 這一些偵察警員們 還有偵察隊長們 幾乎通通是來這邊 祈求董大爺給了一些 最靈感 在這裡 料理是專科的 那很多完全沒有 算數的行事案件 也是靠當大爺 指點迷津 才有辦法順利破案 只想新增的地長安 雖然從上到下 都是奉書接種 陰甘司法的聲明 不過聽很多在地好朋友 在說 地長安 很多小宅街的服務 不但是相當的貼心 絲毫不見 陰森恐怖的氣氛企劃 反倒回來 是安定民先的最佳避風港 這265年之前 馬祖經那裡有一個老師父 他來蓋這間地長安 因為這附軍以前是亂上工 台語都說問阿婆 所以就要有台中牙 訂修阿索 所以就要有地長翁 所以就要有地長翁 然後就要有的 人家在無酒 找一小幾年 一人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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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了 其實一般我們看到 都是在外面 在路上去 那不是重點 重點是在他現在 在機運的這個按班儀式 按班要像晶山在後 要來請節目大眾 要來請東方探山 這個按班 然後討三次 三次 意思是這樣嗎 點三次兵 點三次兵 你完了之後都集結好了 才清白把新民清出去 這是很隆重的日節 那麼我們一般有好看的 有一定會這樣做 他們不懂得怎麼開光降臨 不懂得這個群神的意思 還不如武台中獲得出順以外 重點就在館長宿 新鎮庭上是館長宿的花園地 館長宿這個頂頭也對新鎮庭上 由於早期第一台 黃秋水發電出來的頂頭 那麼為什麼新鎮大伯伯這麼老年 其中有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新鎮是我們北臺灣很早發電的 一個商業重鎮 所以說新鎮老伯伯或其他企業 都很重視這個拜拜 為什麼因為拜拜可以讓人民 我們的信仰身心靈得到一些安慰 而且可以促進工商業的發展 所以說新鎮大伯伯 你能看到他們的路線會涵蓋到 新鎮老伯伯或是中工廠或是頭前鎮 這些比較早期發電的範圍 因為這個新鎮大伯伯 這個大伯伯伯伯伯伯大眾 路牙的這個路線 就有這個路線 不管做健康偏也好 出營頭也好 這個搭新鎮庭也好 大家都可以因為這樣 得到很多這個 一年一回就業的機會 甚至長期以來我們來看 這個新鎮大眾的大眾牙 還有大眾王菩薩也好 都一定照顧到新鎮庭 跟這些區域的居民 讓他們可以新生力量 可以安居樂業 他的經濟也很恐怖的發展 現在的新鎮因為河道淤積 早已不復建當年的興盛繁華 取而代之的是如日中天的副都心 還有機能完善的公共建設 但透過廟街 地藏庵所遺留的 種種歷史文物 不難拼湊一幅二路三新莊 這一句話當中 那個千帆伶俐千家燈火的榮景 只是在破解新莊這一座 北台灣最早的金庫之後 另外兩座傳說中的金庫 又是藏在哪裡呢 老白 你這樣 那些河北是看我看不見了 看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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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哥 不是啦 因為你剛才說到海運 我就想到媽祖婆 我聽說 在台北有一間大天后宮 想說要來看看 但是我怎麼找都找不到哪裡呢 台北大天后宮 會不會 我們台灣這樣也長兩三年 三四年 就不再聽過說 台北大天后宮 這間廟啊 還沒說媽祖廟 又是一個消失的亞特蘭提示 不是 你也不要說什麼啊 家是台灣博物館耶 這歷史文物怎麼會放外面啊 我現在想到也是很好奇 為什麼我們河海鮮紅樓 明明又很黑 我們廟說這樣繩繩給我看 嘿 這也很奇怪 沒辦法 我們台灣這樣也長兩三年 三四年 剛才聽過說 有台北大天后宮這間廟啊 還沒說媽祖廟 因為那是一個消失的亞特蘭提示 大寶你講得真對 台北大天后宮 就真的很像是 亞特蘭提示 是一個消失的國度 我們這個消失的大天后宮 坐落在那個台北城裡面 為什麼有這間死廟呢 因為它是流民船巡撫 當然是新秤來關鍵的 祭司天上聖門的關廟 所以它的總面積 有三千多坪這樣大 哇賽 三千多坪喔 有我告訴你 現在我香港想到 我之前我去總統府那間廟 陳總統府那間廟 也這樣兩千多坪 你說三千多坪 喔 那很大 而且 而且我現在還要留在那間廟 那香火 反正不輸廟 三千多坪 還是說謊 對耶寶哥 你沒說我沒想到耶 因為通常我們民宿裡面 最重要的 我知道就是香火 不然就是心靈 不可能這麼大間廟 裡面的神尊都沒有去 這樣應該很奇怪 一點都沒有不對 因為廟消息又沒有大間了 有說和麻祖廟也失蹤的道理 尤其整個台北這裡 這麼大 但是說 和一點算數就沒有了 這樣不是大海撈針 完全是在說萬塊的嗎 這麻祖廟裡面還有分 關鍵的跟民鍵的 那麼關鍵的當然 資金會比較充足 那關鍵的為了要商選 我們白媽祖的比較尊貴 所以她都會把她用作勤勉的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 台南的大天皇宮 還是很多很重要的媽祖 她都會給她做勤勉的 哇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到了 原來新鄉是不是勤勉 在這裡是相當的定規 還可以作為打斷冠風 所見的重要關鍵 絕對不是什麼剩菜 要選什麼食水都可以 而且實在是太剛好 因為就在之前 製作單位就剛好探討到了 為在新北市三支 福神宮他們的寶寶 紀念真正就是 團結中的金面媽祖 哇 好莊眼喔 主委 這尊就是要設大台北天皇宮 這尊金面媽祖 就是這尊就對了 我們現在看到本尊 就覺得有點神奇 因為我們長久了 主委 但是你們這裡是福神宮 我們在台北大天皇宮的媽祖 怎麼會在這裡 這說起來實在是一個圓國 因為我們金面媽祖 價值就是在那一百年 五年前 在台北大天皇宮 那個老名團 收起的那個 做管理教派的廟 日本人佔台灣後 從大台北的天皇宮 把它拆掉 所以我們的這個神尊 是 把它拆起來 是 尤其我們金面媽祖 也被創建在那裡 創建在那裡 創建在那裡 我們這句目前的監察院 他也住過監察院 監察院 對 現在監察院 流露的時候在監察院裡面 所以我們金面媽祖 有主角在監察院裡面 對 對 我們就是在監察院那裡請回來 是 但是為什麼有這個 會不會可以請到 我們三次那個時候 有一個區長的秘書 那個在運建樑 去台北聽開會 那時候去地下看 創建在那裡 地下看有這個 神尊這麼大尊 是 這個跟蠻人說 這就是大台北天皇宮 拆掉的媽祖 他這裡向日本的優官政府 給他申請說 是不是這個媽祖這麼尊嚴 是不是可以讓我請回來 三次告白 台北市有文宣之宅 裡面都有審和情情做的 是 當時來當時 請出來 都有之宅 在這開會 金面禮媽的心事 賣團以後 竟然可以確定 台北大天皇宮 在這當時 一定有 相當地位的代表性 只是為什麼 在百年以後 這間媽祖廟會平空消息 甚至完全找不到 人口的主事也知道 老師 你也找到了 對,你的耳朵很正確 這樣 好厲害 起水吃肉 那些耳朵都這樣 是 但是台北大天皇宮 現在還沒找到 還沒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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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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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行… 等一下 這不行… 這不是酒頭而已 沒有人這個 這是文化資產古物 古物 這就是… 這就是… 你剛找不到的 台北大天皇宮的遺物 等一下… 等一下… 你說是… 大天皇宮的遺址 對喔 老師… 你也不要說什麼 這裡是台灣博物館 這歷史文物 怎麼會放到外面 對啊 因為這裡就是… 原來大天皇宮的遺址 就是在這裡 那台北大天皇宮 它創建於清光區十四年 西元1888年 但是… 他過不幾年後 日本人就來占據台灣了 日本人來後 就把這個大天皇宮 拆掉 拆掉後 他們要去 他們自己要用的 那種環境用的東西 他們拆掉的時候 他把我們的寺廟建築 台灣因為很潮濕 所以說 木頭結構 他很快就失去了 所以說 我們台灣在建廟 木頭會用石頭的 是 上半段就是用木頭的 日本人把木頭掛去營 這個木頭的石柱 這個石柱就沒用 就沒用 所以放在這裡 對 後來 因為這個很潮不潮 所以說 後來就一直留在原地 因為也是因為這樣 我們才可以證明 原來這個椅子是在這裡 這樣聽起來 我們這個大天皇宮 是清朝建覆蓋的 他在哪裡 你想想看 當時的台北 也是台北府 經濟發展很好 我們現在說 要來找這個北台灣的三大金庫 你想一富二路三萬家 甘露第一的金庫 就在萬家 欸 有道理 就像你說的 有聚落就有廟 你看那個台北大天休宮 這麼大一間 這樣就足以證明 當時的萬家 應該是上當的老爺 沒錯 上山過台灣 移民在那個定路的地方 一定是在河港 那這個萬家 過去就是一個重要的福港 那那個時候 很多移民在這裡 進去台灣 清嶺時代 大量閩南移民來到台灣 而閩南各族群 都會帶著自己家鄉信仰的神明 在身上保佑自己 而當時來到蒙甲的族群之中 有同安人 山藝人 還有安息人 其中的山藝人 來自靖江 慧安 南安三線 他們來到北台灣之後 就在蒙甲這個地方建立龍山寺 供奉自己所信仰的觀世音菩薩 後來就以龍山寺為中心 來開始向外延伸發展 由於山藝人人多勢眾 那蒙甲成為他們的天下 因此也幾乎壟斷整個蒙甲的商業利益 有個地方可以見證當時的商業發展 那就是波比寮 那個時候有很多這個北部族 開大高蘭主委 他們在這個淡水河的上誘 包括這個台貨 湊囊 山甲這些地方 順流口流來到芒家這個地方 他們用這個專家 在這個漢籍啦 在這個龍山品啦 跟那個漢人的交換 所以這個地方 叫做漢籍池 領主很多很多這個生理人 在這裡做生理 所以他一直都是這個 台北地区的重要經濟中心 所以漢籍龍山寺附近啊 有菜池啊 有麵湯啊 那如果破壁 可以去清潮行去烤油炒來滴賣 所以零零種種 各種店面應有盡有啦 不怪漢籍的秘座是當中 是最重要的北台灣金庫啦 沒錯 那之前的漢籍喔 如果只有龍山寺而已喔 還有旁邊的祖書廟啦 這裡是青山宮啊 他們都是現在轉到台灣有名的大廟啦 真的耶 尤其是那個 當年那個古列十月二三啊 就是最名的漢籍大白白 那整個漢籍跟補葉城一樣耶 那若京的主角 靈安尊鵬 就是慧安人最重要的信用 他在那裡看過他的 兄弟子孫的發展這樣 共青王也 需要 保護 一、二、二、三、三,三 九三三千三千、九丁之龍 千萬七、八 說到現在 台北市最大規模的廟會 慶電 香港有看頭的 所以對是每年一顆的 芒果大拜拜 那就是七山宮的 靈安尊王了解 不過問題來了 既然當初的移民 先前那麼多 照理來說 芒果地區應該幾年 都看到領身曬火不知道 但是為什麼 香港有代表性的最后 是村來自飛安的靈安尊王 一機獨秀呢 當時移民到蒙甲的閩南族群 主要有同安人跟三藝人 同安人因為常跟廈門交易 被稱為下礁人 而三藝人則是跟廈門以北的 福州泉州貿易 被稱為頂礁人 這兩大族群 都想獨佔蒙甲的商業利益 因此發生洩鬥 就是所謂的頂下礁拼 當時三藝人先下手圍牆 跟安息人借到 從蒙甲的清水源偷襲 同安人因此落敗 不得已帶著狹海城隍神像 跑到大龍洞 當我們的移民 本來來到這個大龍門 就是我們現在說的大同區 所以剛才四十九日歐 上海叫我們四十九日歐 就是現在我們說美宜季節 連續落四十九天 結果你想想想過去 我們蓋的廚都是用土葛廚 落後後土葛廚是怎麼蓋的 這些民眾就認為 是不是這個 聖鳳爺 不敢於這個地方 所以 應該要這樣就刷去這個大條庭 那大條庭 顧名思義 叫做大條庭 就是那個地方 過去都是在拍攝的條庭就對了 所以呢 叫做大條庭 然後呢 台北地区呢 有時候相信說 寒風沙公告答 寒風沙就是旋風三年 那件事已經過那麼久了 我們現在又提起那個要創什麼呢 所以寒風沙公告答 就是這個三億人 跟這個東亨人既甘的卸鬥事件 所以呢 河海城峰廟 還有福西的那個當年 因為發生卸鬥 西雄的才會宜翁公 原來是這個原因喔 福安在想起來 我們通安人當初是真的一波三折 欸 不過啊 想不到喔 當年的這個車廟 竟然變作公 是促成我們聖鳳雅公 在我們大條庭 定居下來的這個原因啦 不過 我現在想到也是很好奇 為什麼我們河海聖鳳廟 明明就很興 但廟所這樣 小小的健康而已 嘿 這也很奇怪 如果聖鳳廟 你贏五月十三 那是人山人海 很多人 他在大條庭 包含永樂故事 和周遭範圍這樣 他就可以有兩千幾間的補充 這兩千幾間的補充 可以創造出當時 兩千億左右的產值 等於說 一間補充 就可以賺一間的產值 明明的這個廟 竟然變作公 是促成我們聖鳳雅公 在我們大條庭 定居下來的這個原因 不過 我現在想到也是很好奇 為什麼我們河海聖鳳廟 明明就很興 但廟所這樣 小小的地方而已 第一個原因當時發展的時候 這一塊廟地 其實是一個副總兵捐的 就是蘇北蘭將軍捐的 所以它只有46坪大 那另外一個就是跟風水有關係 就是聽說這個雞母穴 當然就是聽說它越小越好 那雞母穴是什麼 就是聽說它是雞母保佑這邊的 這個小雞的感覺 那另外一個講法是風巢穴 大概有兩個說法 河海聖鳳廟呢 雖然是小小一間 不過你們知道 在日本時代贏聖鳳 上街流行的一句話 叫做五月十三人看 在五月十三人看了 後面還要接一句 迎神賽會假天下 可見就是 有很多陣頭來比賽 誰來拿那個冠軍旗 這樣子 還有一種是怎樣 我有錢要做什麼 我有錢就是要來挑戰 那時候呢 在這裡有很重要的這個 模樣就是 未地鄉的 再來是南北匯 所以呢 還有這個 國中的這個食品 中藥 還有廟報的 全部都是中藥的這個地方 加上說 因為這個生理人多 他們對這個廟會都非常支持 以前說成鳳廟25月十三 那是林山林海 很多人 沒有 像我一樣 有空中藥 那些人 很會 但是我每一年 都是在我家裡 人家 那些人 當然 生理人家有錢 所以他們對廟會 都很積極的 在那些參務 因為輸人不輸人 所以每一個廟宇 或每一個銀杖 他們後面都有很大的企業 所以當時大集團發展的程度 這麼繁華 尤其你看 現在的迪化街 老闆住那麼多 可以說是台北市保留最完整的老街 每年 過年進展 還有那個規模很盛大的台北年貨大街 也是在迪化街 不然這樣 那個迪化街這種批發商業功能 算是有保留下來 所以我們現在看 也能想像當時繁榮的樣子 對啊 你看 一個山區的財務報表 好 看房子就知道 這些老闆住不是多 都是那種很精美的養老 好 你看到這個精美養老 就知道他們這區的人 經濟水準都有一區的 大寶老闆 我們走讀歷史來看的話 大稻埕在很早清朝的嘉慶年間 就開始有大陸的先民 帶著茶葉的種子來到台灣 進行種植 到了1860年的時候 淡水就已經開港了 然後1866年的時候 英國人就有人來大稻埕 開始做茶葉的貿易 茶葉就這樣子開始 經過豐培之後 加工 銷到全世界 所以大稻埕這個商港 為什麼當時會那麼有名 而且是貿易繁榮 也是從茶葉開始起家的 因為茶葉的成立 讓董事的大中堂 堅稱是富可提國 因為有很多聽到 不但無數讓董事的幫助 淡水 經過福文摩沙這個名稱 就這個茶葉的外銷 所以那個當時的大中堂 不但賺錢的速度 賣輸哪在喝水一樣 百家爭鳴商業活絡的景象 經過大中堂 想為新增 萬格以後 第三 因為航運所誕生的 重要金庫 清朝時期 當然就是 從王爺來了之後 行過百度 再過輔助 那後來很快來到了1860年代 這淡水開港了 那茶葉開始要往外銷了 因為李春生 因為殷商的關係 那茶葉找到了出口 當時在這個 我們現在的貴德街 這個小小一條 可是是當時 我們這個很重要的茶葉呢 也有很多茶商在這邊進駐 然後也有很多外國的商人 也都在這邊 央行 然後甚至後來很多的領事館 都在這邊 所以等於說是很重要的一條街 然後離合案也是最近的 在日本時代 台北山來所大的 都是日本人 山外譬如說 本人的青植是太平町 再來就是 特化家的勇樂町 跟因為 白頭目葉發展出來的貴德街 也青植是港町 都總是大中堂 當時最重要的區域 就好比是現在的信義區 大安區一樣 所以很多的大企業 像新光的無火師 統一的高清院 光泉 颱鳳 易媒町 也都是對大中堂發肆 建立他們自己的生業王國 日本時代 它的部品 它的部業的發展 實在是 可以奧視全國 甚至全世界 為什麼呢 因為在最新鮮的時期 在大中堂 包含勇樂故事 和周遭範圍 它就可以有2000幾間的補充 共同來支持這個產業 那麼這2000幾間的補充 可以創造出當時 2000億左右的產值 等於說 一間補充 就能賺一間的產值 補充於共同的是 什麼名字呢 就是皇帝的老婆 叫做羅祖 那麼羅祖 發明了養殘 織布 所以說補充 大家都會想拜一尊 羅祖 那麼佳海神皇廟裡面 就有這尊專國 唯一只有這尊 羅祖 騎著 拿這隻紅包 這2000幾間的補充 可以創造出 當時2000億左右的產值 等於說 一間補充 就能賺一億的產值 所以說我們要看到 很多好家人都會集中在大道城 就是因為他們都經營了很多 行業包含茶業包含布匹之類的 所以說大道城 為什麼一直到現在 都還保有很輝煌的歷史 就是因為有這些茶商 或是這些布商的貢獻 我現在搬去大道城 不知道有機會變好家人 重點來 大道城 地區雖然不太大 但是我們都知道 大道城地區 有一間很有名的 神皇廟 叫做霞海神皇廟 霞海神皇廟 霞海神皇廟 因為是一個七母穴 所以說他不能去太大間 但是廟雖然水間 風塞的生命 幾百種也有行業神的生命在裡面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看到 我們剛才說的茶葉 跟南北貨集散地 還有這個布匹 我們看到他裡面共鋒的 就有神農大地 為什麼要供奉神農大地 因為神農常白朝 所以說這個幕前 我們現在看到極化街 這些中藥店 都會去供奉神農大地 再來補充 補充他所供奉的是什麼神明呢 就是皇帝的老婆 叫做裸祖 裸祖發明了養殘 織布 所以補充大家都想拜這尊裸祖 那麼霞海神皇廟裡面 就有這尊專構 為他只有這尊裸祖站著 拿這張紅包 代表他是裸祖 有這尊敵書的神明在裡面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大道城的發展歷史 跟霞海神皇廟 跟人民的信仰是息息相關的 扣在一起的 為什麼呢 因為霞海神明 都跟大道城的子民 不管是商業也好 或者是信眾也好 都有一些很密切的一個結合 那麼就是因為這樣 造成後大道城 從清朝日治一直到現在 一直利久不衰 很多好人也藏在大道城裡面 你看幾百年前因為這個航運 讓我們在北台灣甚至全世界有一個全新的面貌 今天雖然說淡水豪因為這個土耍在桌子 沒有辦法看到過去 這麼多上次在上面照的這個線控 但是在這個三大金庫 看見到現在 幽然是毅力不搖 甚至還有全新的風貌 對啊對啊 寶哥 你看現在的新增 不然是新北首區一直的衛星城市 它副都心那些高樓大山 潔壁臨次這樣 那家是一棟比一棟更起牌 你說芒芒 芒芒現在在廟座 還有很多 很多國片都在那裡拍攝 所以芒芒的歷史 紅透半邊天好多人都因為這樣 就知道芒芒的歷史 它道地的小吃 又是觀光客的最愛 現在如果不是疫情的關系 我才不在這裡跟你開講 我就要來吃小吃了 不過真的 你看尤其是我們的大廟座 竟然歷久不衰 不管是剛才說的年貨大街 是永樂市場 還搶到抓不到 下海什麼東西 甚至現在很多很多電玩遊戲 也都在大廟座做的一個背景 所以你看到 我們北台灣的最大金庫 尤其不是叫價 雖然說這三個地方 像淡水火的潮叉一樣 有起有落 現在雖然不是貿易索尿 不過它承載的這些歷史跟文化故事 一直跟我們現在發展一樣 會繼續的高潮跌起 越來越精彩 對比現在大台北的富庶繁華 新莊 猛獎和大稻城 都因歲月的洗禮和時代變遷 而有了全新的風貌 但裡頭不變的老房子 雖然看似沉寂 卻承載著滿滿的溫化細胞 甚至透過民俗 透過廟宇 百年來始終如一 持續說著這一段 航運所碰撞出的歷史傳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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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